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编的频道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简单介绍一下 在10月28号会登场的极变年实际点 host 65 顺 对这就是上礼拜那个 我们就是新活动 这个四雄风云战 好大家 刚才猜错了 来一个顺恶是几乎是几年 没想到会卡10的方式出现 那么的话这一次 本次的角色介绍大部分纯属个人意见 没有绝对对与错 也欢迎大家多方比对 有参考 OK 那么的话这一次的卡池呢 有 瞬以外 还有 水属性的超级强角 庄子 然后跟精选的65 对就是 魔札 杨茧 城隍墨子 司马迁 增子 鱼子供 就这样子 这样这个卡池里面 总共会有 19支限定角 C65的限定角 那么的话 只有首次半价 对不要怀疑 就只有首次半价 所以没有保底机制 各位 没有保底 官方很会哦 很会哦 知道顺很强 大家都喊婆 就这样 很会很会 那么的话这一次呢 在课金礼包的时候 会送一个大管理徽章 那么的话 这个大管理徽章的抽取的 step数 其实也没有差啦 就 因为没有保底机制 所以这次大管理徽章 它说 大管理徽章的抽取的次数 与转弹机的抽取次数是一样的 所以 假如是维克玩家的话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你第一次实验抽 可以不要用回章抽 会比较好 因为半价会被吃掉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还有说 这一次的祭典呢 不会 这一个池子不会出现 八凯八渊 鹅黄女婴 所以才说嘛 官方你真的很会搞 你把这个拔掉了 真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 同志想抽 顺又想抽 这只角色要分开两只抽 天哪 官方很会杀人咯 天哪 太可怕了 OK 那么我们就进入到这次的 角色介绍环节吧 这次的新角色 词效至人地 顺 种族为管理者 龙族 扩蛇 种族为攻击型 扩蛇65 血量8200 攻击7100 回复力2500 对 蛮扎实的一个攻击型 而且在攻击力高的过程中 还不忘了 血量也要顾好 所以 还蛮 真的很强 真的很强 那么技能方面 新转大爆 绿大爆弹 定时障碍转为大炸C 然后特大雷射 X X., X, S autocad 绿属 连锁 绿珠 然后 机率性掉 綠大爆弹 解除前置身攻防 增加2000 CD6 其实这个技能 真的 是非常强势的 GHT G 他前面这个转珠方面 已经把你的陷阱珠を转掉了 然后后面再補一个 假如没有解读错 如果應該真的是X十字 X十字 那麼的話這個可以 炸四次版其實非常的多 我不得不說真的很多 而且 這個 他清理陷阱珠的方式不是用 雷射清 而是用 大炸彈C柱清 所以假如說你版面有花式大轉版的話 那麼他雷射射下去的話就是 技能開下去 炸彈C柱就是轉好轉滿然後傷害打好檔版這樣子 最後這個三回合連鎖機率性掉爆彈 CT6的話你只要投尾一隻 其實好像也不用齁 你只要帶他自己一隻因為他被動實在是強的誇張 只要帶他自己一隻基本上你要 讓他技能達到湧動是 非常容易的我不得不說他技能要湧動非常容易 最後這個誇張的 增攻增防加2000 解釋這個 他的技能很快 真的是很快超快的 一幕黑掉 他技能超快的 你疊這個增攻增防2000 疊起來輕而易舉 你要疊到10000 遊戲結束10000 我覺得應該不難 而且他的技能 使用度很高 所以 應該是敞開的那一種 那麼CE技能方面 給予單體救急傷害 一回合綠鼠增攻 一回合綠鼠攻擊提升 這又是一個誇張點 這個提升是提升%數的 那麼是提升7.5% 應該是提升7.5% 那麼的話 雖然說沒有到 一回合拉500這麼多啦 那麼痛 但是 但是他 還是一樣拉趴數 在這款遊戲還是一樣很誇張 雖然不是拉500 不僅拉500 但是在他自己身上的話 這個拉趴數 好像比拉趴數還好多 你這個增攻 我是覺得非常加分啦 我是這麼說 別動的方面 障礙珠破壞與病毒無效 因為這個是要配合 在下禮拜又會開一個 那個 塔 那個 一個塔 所以這個 病毒無效可能就是塔頂了 對應的陷阱 被動2 雞珠生成就已說短 又是一個非常誇張的被動 這種被動 通常都會拆成兩個啦 就像我們的 裝子一樣 但是他把它 坐在一個 就坐在一個 超誇張的 官方 你要幹嘛 你要把他坐在一起 嚇死了 真正光沾 真的 太可怕了 這個 在 這麼 強力的主動技下 你還給這種被動 我覺得真的是 強的可以 但是 太 真的是 太強了 只有被動3 自身以外的角色在前頭的時候 自身才一般攻擊 你又把他當作 那個五彩神那種牽手 但是你直接把五彩神的那個 F條100花掉 你就知道那個輔助效有多麼的可怕 最後被動4 各階層 綠鼠自身技能-1 要注意的是 這是分開減的 綠鼠先減一次 然後自身再減一次 所以才說為什麼他的技能可以 轉很快的原因 因為 有這個被動4在 這被動4真的是 太誇張了 我是覺得 這角色會強過頭的原因就在於 這被動2與被動4 做的 真的太強 我不得不說真的是做得太強 那麼簡單 簡單的結論一下這次的順吧 順呢是屬於一隻 團隊裡面的 絕對的 主攻 我在攻什麼 是團隊的主攻守 因為呢 他的攻擊力 非常的高 然後呢配合他的技能 與他的被動3的話 可以在場上做一個 無差別待遇的 炮擊 那麼技能的話 因為他的技能短 再加上他的被動4 可以讓他 一直不斷的 輪轉 技能蹲端起來會非常的可怕 而且你要帶兩隻基本上 效果就是永遠常駐 其實帶一隻就夠啦 不用帶到兩隻這麼多 對 永遠常駐的 就這個真攻真防2000的話在這款遊戲永久真攻真防2000還不算多 而且配合他的高攻擊力 其實 疊起來數字不容小覷 那麼他唯一的缺點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辦法解手指跟沒有辦法解回復 但是 呃 在他 在 他是主攻所中的狀態下的話 其實這些工作 交給其他人啦 但是 交給其他人處理就可以了 他就要專心 開火 就這樣 好啦 那麼的話這次的 順的角色介紹就告一段落啦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覺得我的影片講得還不錯 那就別忘了點個喜歡 那我覺得 不喜歡的話那就點個不喜歡也沒關係 那麼別忘了訂閱小鼓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小鈴鐺 大家才隨時知道我的第一種訊息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拜拜啦 啊 天啊 順真的是做過頭啦 順做過頭 我們有兩件事情要優心 有兩件事情要優心啦 第一件優心的就是 遊戲膨脹速度有點過快 第一個就是 他把這個塔做的 雞巴難 對就這樣